歡迎收看今天的產業情報 我是宇宗翰 馬上來帶您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半導體15強台積聯發科入榜 試調太陽能市場止跌跡象明顯 中華電否認搶先捷徑華為新機 未來將是市場需求 Fu Panda進軍彰化外送擴大至全台11座城市 來關心台股 美股四大指數今天同步大漲 台股也在股王大力光領軍之下 指數一早直接越過月線10573點反壓 向上挑戰10600整數大關追加物力 加上急速下降的季線反壓沉重 盤中大盤漲勢收斂 月線得而復失一度翻黑震盪 法人提醒市場關注23號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鮑娥演說 若鮑娥演說聲明寬鬆態度不夠明確 恐將引發市場失望性賣壓 短線仍需靜待此訊息明朗再新布局 提供給您參考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財經100秒 失調機構IC Insights 21日發布最新報告指出 今年上半年全球前15大半導體廠 上半年營收普遍衰退 排名洗牌 英特爾奪回龍頭 三星退居第二 台積電居第三排名最佳 聯發科則是首度禁榜 資源解決方案中心CRS宣布與蘋果公司合作發展 GreenE認證 蘋果已與台灣醬油品牌萬家鄉合作 在屏東地區共同開發屋頂太陽能電池陣列 之前蘋果評估 相與供應鏈廠商在全球生產綠能 目標是希望在2020年前 綠能達到目前用電量的三分之一 日經中文網8月20日報道 富士膠片控股由子公司富士全路 在中國生產複合機並向美國全路銷售和出口 目前已把部分機型生產線 從中國轉移至越南 惠玉信平表示 若美國將中國三千億美元進口產品的關稅 由百分之十上調到百分之二十五 導致中國經濟加速下滑 新加坡 台灣 南韓 香港等 亞洲四小龍的銀行業者可能面臨最沉重的降頻壓力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全台最大工業主題展亞洲工業4.0 即智慧製造系列展 今年共六展聯手 超過一千一百家國內外指標大廠參展 昨天在台北南港展覽館一二館登場 產品也多從單項轉為整場呈現 許多台廠結合集團力量展出無人工廠 像是污留業 半導體等相關新應用 展現台灣製造業優勢 無人搬運車搭載六軸機械手臂 將對應的晶圓傳送盒 更換到晶圓一載模組 再傳送半導體製成的奈米級定位加工 雙銀打造全自動無人化半導體工廠 讓產品在高捷徑環境下 進行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生產 在這整個模擬的中間 用了我們Highwind集團十三樣的產品 這個奈米空氣求生定位平台呢 它可以在千分之一秒鐘 就達到整定定位的效果 所以讓整個加工來說 它更低模好 而且高效率 提到無人化工廠呢 在今年的展覽上可以看到 有越來越多的物流業者 導入了這個搬運的機械人 以及智能物流系統 增盪潮無人化發展 減貨機械人運送物品 送達指定位置 也能搬運大型物件 原力製造節省三成 產能效益也跟著上揚 台灣製造業潮自動化發展 更要智慧化 近兩年美中貿易戰使得產業鏈結構變化 也加速台灣製造業大幅轉型升級 這次大概在IT 其實包括ERP 建設以及所有的這些 ロバ的建設 其實都有一步到位的現象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兩塊的成長 是蠻高的 所以我們在過去幾個月才積極在補強 我們在台灣的一些投資 那效果實際上相當不錯 有很多台商在台灣購買一些工業用的土地 增加他們的廠房建置 還有一些自動化的設備的建置 像半導體產業 高科技的這些的人才的招募 都接到一些今年景氣很好 還有一些明年的訂單 正在上漲 迎接新趨勢的到來 今年亞洲工業4.0Z智慧製造系列展 共六展聯手 超過一千一百家國內外指標大廠參展 在南港展覽館一二館登場 同時舉行超過一百場活動 展現台灣製造業優勢 鏈結國際 新唐人亞太電視成功模李晶晶 台灣台北報導 但您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紅博社目標百貨第二季財報 優於預期股價飆漲超過百分之十四 金融時報臉書推出新功能 用戶可關閉個人化廣告及瀏覽追蹤 華爾街日報 美聯準會上月會議記錄顯示 官員對降息立場意見分歧爭論激烈 日本經濟新聞 對韓外交部長會談 雙方對出口管制問題仍無共識 台灣環保署公告 二零三零年將全面禁用一次性塑膠吸管 飲料杯 購物袋及免洗餐具 但您看到有業者利用遠紅外線多層次震盪波專利技術 研發出會呼吸的塑膠力 通過SGS檢測 能混合塑膠素材使用 達到自然分解的效果 減少垃圾量 那我們的材料你看它的顆粒就有一點不規則狀 裡面也是有多孔性 就是等於多它會呼吸的 環保署公告二零三零年全面禁用一次性塑膠吸管 飲料杯 購物袋及免洗餐具 面對新政策 廠商也有對策 台灣業者利用遠紅外線多層次震盪波專利技術 研發出會呼吸的塑膠力 通過SGS檢測 具有多孔性的遠紅外線斷燒土 能混合塑膠素材使用 達到自然分解 減少垃圾量 台灣來講也是在目前在慢慢限塑了嘛 那我們本身我們做塑膠三十十年了 也是一直在找這個塑膠殼分解的 那我們有經過燒解實驗啦 它可以把它完全燒解到90% 燒到最後也是剩土而已啊 它是可以完全分解 除了能分解也延長保鮮時間 像是使用50%多孔性斷燒土 加上50%食品級PP 能釋放4-14微米波的生育光波 所製作出來的保鮮盒與保鮮袋 相較市售同性質產品的保鮮度 增加2-3倍 製作成桃鍋也能減少一半的烹煮時間 達到節能省電 降到50%的使用量 而且又可分解 這是我覺得說將來有很大的用途的地方 用我們的鍋子去煮任何的食物 它只需要一半的時間 而且也很快熟 因為我們的遠環線的震蕩波 可以把水分子正細 所以說它很容易在食物 在滲透當中 它很容易就熟了 台灣業者結合集團力量 研發多款家庭生活等用品 包括床墊 天花板等 降低塑膠使用 超環保節能發展 面對塑膠吸管話題 業者也表示可分解的塑膠吸管 預計年底前研發成功 新唐亞特電視 曾豪李晶晶 台灣新主報導 但您看到明天8月23號星期五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美國公布7月新戶銷售 日本公布7月CPI 經濟部發布7月工業生產指數 央行發布7月全體貨幣與機構 存放款餘額及投資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產業禁報 我是余宗翰 我們明天再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